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纳达素医院当护士 但是我还是继续练跑 希望能够参加奥运 我最优异的成绩 是在去年2013年的东亚运动会 参加的3000米障碍赛 得到了10分25秒的成绩 破了香港记录 我计划转型为全职的马拉松选手 大家也知道 跑马拉松的训练需要时间 训练后更需要长时间休息 才可以让体力恢复 再继续训练 而且需要休息 才能防止受伤 大概一个月前 我开始使用SDTL能量方块和骨剑粒 我用能量方块来洗面和洗澡 我通常在训练完毕后 用来洗澡 刚开始用的时候 感觉并没有特别明显 可是一直训练后再一直使用 却发现好像没有那么累 就算第二天上班 精神各方面都很好 我觉得能量方块帮助我不少 包括精神很好 体能恢复得很快 我主要使用骨剑粒 在我的伤患上 我通常在训练完毕 洗澡后使用 因为训练后 开始会觉得酸痛 也会有新的伤患 我使用后的第二天 发现已经不再酸痛 肌肉的弹性也恢复了 我会继续使用SDTL的产品 一来我要一边上班 一边训练 精神上很疲倦 再加上体力透支 很容易生病 使用了SDTL的产品 体力能够很快地恢复 精神也比以前好 最主要的是 所有产品都是纯天然 没有药物成分 这对运动员来说 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很放心使用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